来关注的就是拜登政府上台后 第一场国务卿中国访问布林肯 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那么这场举世瞩目的互动 进行了35分钟 习近平肯定布林肯这一场会谈的内容 同时认同中美关系需要稳定下来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告 接下来会有更多的美中官员互访 中国外长秦刚访美 以及美国财长叶伦 商务部长雷蒙 多都有可能访中 而拜登怎么看呢 他称赞布林肯这次访问 并且认为当前的中美双方 已经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观察家认为美中两国 接下来可能进入沟通与冲突 反复上演的冷和平阶段 美中两国历经间谍气球 与古巴间谍战等风波干扰 拜登政府总算在任期后半段 完成了自家国务卿布林肯的 中国访问任务 并且借习近平与布林肯的会谈 为急速下滑的美中关系 建立回稳基础 尽管布林肯这次 终于见到了习近平 与五年前的上一次国务卿访中 未能见习近平相比 有明显进步 但这场外界瞩目的布席会 一直到开始前一个小时 才向外界公告 会谈时间仅短短的三十五分钟 只能说是一场行礼如仪的表态 习近平肯定布林肯与中方秦刚 王毅前后总计约十小时的长谈 并且认同需要让中美关系稳定下来 但是也强调任何一方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对方 更不能剥夺对方发展权利 分析认为这显示双方在恢复接触的同时 仍然存在巨大且棘手的分歧 双方的利益冲突难以避免 共军在周边海域积极开展军事扩张 对区域安全带来的威胁就是重要分歧之一 这一点从六月初在南海空域以及海域 先后发生的美中军机军舰差点相撞事故充分展现 因此美方希望能与中方加强军事沟通 防止摩擦演变成冲突 但这个企图明显受挫 至于被中方视为恶意 卡脖子的高科技竞争以及晶片等供应链 提高韧性做法 布林肯向中方强调 这只是为了去风险并且保护自身国家安全 美方无意脱钩锻炼 我们在这个旅程中的重要事件是 我们在中国的中国人的想法 我们要求他们经济保护 我们不是 我说了 我们不是关系统择 我们是关系统择 择择和择择 择择择 择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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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表达不脱钩态度的 还有德国总理肖茨 19号他在柏林举行的商业会议上 重申G7寻求的是在原物料等领域 降低对中国的危险依赖 而不是试图制衡中国经济崛起 他也乐见布林肯的中国型 让美中关系取得一些进展 呈现出一个好兆头 维持经贸关系的同时 德方也对中方带来的安全威胁 表达担忧 肖子日前公布 德国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 就正式把中国定义为 合作伙伴 竞争者以及系统性对手 在德国政府逐渐走向 这种合作与批判性 同时存在的当下 中国大陆总理李强十九号选择 以德国作为上任后 第一个出访的国家 二十号跟与肖茲 共同主持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 鉴于当前中国大陆的贸易出口 与经济表现都呈下滑趋势 李强这趟访问 彰显北京当局对于拉拢 德国与欧洲等经贸伙伴的迫切期待 李强在会谈时就强调 中德双方最大的风险是不合作 最大的安全隐患是不发展 尽管李强期待透过对德国与 接下来法国的访问 来降低欧洲老朋友的不信任感 据报欧盟计划限制向中国等出口 关键技术和投资 但欧盟仍传出为了避免乌尔战争 所反映的过分依赖单一国家的风险重演 欧盟执委会计划推出一系列 包括筛选对外投资与出口管制等措施 防止中国在内的竞争对手 取得欧盟在AI 6G量子计算 与生物科技等方面的技术 并用在军事上 欧盟下周起将与成员国讨论 希望九月底能够达成共识 免提前公布纳入管制技术的名单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